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山西的大头古城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法华寺 法华寺大门非常气派 这里有三个梅洞 上面都是遍世琉璃 所以上面有三个龙客 好,现在我们也开始近视去看一看 近距离的接触这琉璃排放真是非常的漂亮 它这一处月落是有这个钟卢果楼 然后就是法华寺天王列 它这里建筑还做了这个砖雕 它上面还做了这个仿木制结构的建筑 从这里我们开始走向里面的院落 这是一个圆门 哇,这里看景非常的好 它这里建筑虽然是附建 但是做的也是非常有看点,非常精致 它上面屋檐之下呢,有是这个斗拱 然后这个墙体呢,是做出了一个砖雕 这里呢,还有这个大象 立体的浮雕,大象 这座大殿里面所顾问的就是 观音、文殊、普鞋、三位菩萨 这一处月落景色呢,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好 这树木已经开始黄了叶 这一处小园林在这个季节看起来呢,真是非常好 在这里呢,看着美景 耳旁呢,还响着佛音 这座法华寺呢,它设计的特别像是一座园林 非常的有蝉意,有意境 现在来到这一处月落呢,前面的就是大雄宝殿 也就是一个寺庙的一个主体建筑 当古典建筑呢,配上园林,真是非常非常的美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这里是法华寺最大的一处月落 我们眼前的这座白塔呢,也就是整座式的一个精华 这座大白塔呢,它是整个的大同市 唯一一座富博式的喇嘛塔 这座塔呢,它是高18米 它是建于这个原木名出 距今呢,也是有600多年的历史 这座大同市唯一座琉璃喇嘛塔呢 它的造型是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精美 它整体呢,像一个瓶子,塔形的为这个白色 我们再细看呢 它上面呢,有这个琉璃的拱形窗 上面呢,都是琉璃 非常精美,来大同呢,可以来看一下 大同的唯一一座琉璃喇嘛塔 这座白塔呢,是在这一处月落的正中间 走过白塔呢,我们前面所看到的是一座非常气派的建筑 它上面呢,全都是琉璃碗 这里呢,就是这里的长津阁 这个法华寺呢,它无名叫法华寺 它因为有一部正常的法华寺 而得名法华寺 这长津路眉口有一十四呢 造型是非常灯厚 非常可惜呢,是它的嘴部这里是有些损坏 看它整体的造型呢 它下面这个底座应该是厚配的一个 在这两侧呢,它还是各有一角亭 这角亭里面呢,是一侧有鼓,一侧有钟 哇,它的钟呢,非常非常大 上面的都是金纹 这法华寺的大白塔呢,是非常值得看 它整个这个寺院呢,是非常像一座园林 景色非常好,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大同古城 一个反华寺的一个视频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